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云举老举死 才做第三次的回忆 把前面两种的弊病 割除 全境的经文 都是语言以本的文字 没有改动一个 做一次极大臣的工作 无种言以本极大臣的工作 做得好 可惜这个本子 映光大师没有看到 这个映光大师 往生之后才完成 这个本子出来 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叹 但是 这念语当中常说好似多 依旧有反对点神浪 似乎比起 招类同重啊 我在台中 李宾南老居宿 也是下楼的学生 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之后 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之后 李老师将他做了一个美中 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之后 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之后 我本来印得很多 在台中 亲自讲过一遍 以后 佛门里面 反对的声浪太大 所以李老师 就把这个本子 就把这个本子收起来 我到台中 亲近他老人家 他把这个本子交给了 我看了之后 非常欢喜 特别有缘 所以我在台北奖金 那一年 韩广长五十岁 我说好啊 你过五十大寿 印金不值 印什么金 五两寿金 我就 劝导他了 印这个夏年纪的灰几本 印了三千本 他请我在台北奖这个金 我到台中 把这个意思向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说 现在还不行 时机没有成熟 他说你可以讲其他的经历 等待机缘成熟 李老师往生之后 这个缘才成熟 这个经推出去之后 得到许许多多同修关系 在哪里成熟 在外国 在美国 在加拿大 成熟的 我第一遍讲这个经历 在加拿大 在美国 从外国传到中国来 这个原先我不晓得 以后遇到黄年老巨师 黄老巨师告诉我 夏娃在网生的时候 跟他的学生们讲 他这个汇集本 将来是从外国传到中国 他又说 他这个本子将来会传遍全世界 那个时候 大家听到他这个话 都莫名其妙 怎么可能 这个本子会从外国传到中国 后来我们在外国传开 渐渐传回中国 果然没错 下楼不是普通人 今天确实传遍了全世界 独送受持 念佛往生 锐向西友 依照这个经本修行 成就的人 太多 太多 可是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反对 还有人骂我 我 人家骂我 随他就骂 我绝对不会理会 但你骂累了 你就不骂了 我如果一回答他呢 那他的兴趣就 兴致就高了 愈骂愈其境 我一生都不吭 随你骂 看你有多大的耐心 你能够忙得多久 你能够忙得多久 我们内里面的心 变成佛心 变成菩萨心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感应道教 为什么呢 我们志同道佛 你跟他志不同道不合 天天念他的名字 没有用啊 天天给他的形象刻头祷告 心不相同 志不相同 都没有 是古人讲的 那个样子念佛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也是寒破喉咙也枉然 所以我们说佛 心要向佛 愿要向佛 行为要向佛 佛的心 佛的愿 佛的行持 都在经常 都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佛的心愿是什么呢 四十八语 愿愿都众生 要用现在的法术 四十八语 愿愿都是为一切众生福 我们今天讲 为人民福 为社会福 为虚空伐解 一切众生福 这是我的心愿 在现前这个社会 许多 还有繁重工作的同学 一天 抽不出时间 将无量手机念一遍 我们为了这些同学会 编了 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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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尽忠着 招募招募 早后 我们选多一段经文 我就选 五两手机 四十八语 选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四十八语里面学习 我们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我们的愿 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 所以早阔念这段经文 注意要记住 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语 阿弥陀佛四十八语 与微生相干 我们要依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语 从自己内心里面 发跟他同样的愿 这叫学佛 佛心我心同一个心 佛愿我愿同一个愿 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你这叫真正在学佛 顽图我们学的读诵的一段经文 学三十二到三十七语 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 无戒是善 说得很详细 持戒念佛 戒是佛的醒目为原 读这一段经文 也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 我们不能搞错了 念给自己 自己读这一段经文 要认真的反省 坚定 佛在经上教我们 要做的 我们做到了没有 没有做到 赶紧要学着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有没有毁饭 如果要犯了 赶紧改过自行 我们的行为要向佛 所以 心愿 即行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想想看 你活不活往生 你决定往生 这个人 这个人 跟我们极乐世界大众 志同道路 你临终的时候 不但阿弥陀佛来接应你 西方是慎重 通通通 公福 一同来欢迎你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 这种观念 学佛的人 很多 我看到不少 我看到不少 错了 所以没有想到 世神千言万语 苦口婆心地叮咛 受持独送 为人言说 你把这句话忘得干干净 受持一教奉行 我们在四十八院里面 学佛菩萨的经验 那是受持 在三十二到三十七平里面 学菩萨的 除世带人酒 那是受持 绝不是念给佛菩萨天的 敷衍色色 像小孩骗父母骗老师 我今天功课做好了 父母老师也真的就上当了 也就被骗了 所以小孩不长进 父母老师要能尽到责任 功课交来了 你做到没 他要给你写上个课本 写上作业 写上孝顺父母 你问他 你有没有做到孝顺 我写不行啊 你要做到啊 这样子弟才能真正的受用 才能真正待度 所以教育要讲究 深化教育 深刻的感化 才能够收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佛华那一句 佛华从来不向外攀缘 佛菩萨形象 我们佛弟子供奉 他都是表法的意思 我们讲经 将台前兵 一定供养 本司 释迦牟尼佛 这个供养就对了 供养他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想到 这个教训 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 我们读经 我们研究讨论 我们在学习 对于他老人家的恩德 你念不忘 是这个意思 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 是报梦的意思 是不忘本的意思 这种供奉就对了 就正确了 不是把它当神灵来看待 佛菩萨保佑我们 加持我们 拿什么保佑 经典教会 我们能够理解 能够奉行 这种善与 后面一定的善果 这是佛菩萨的保佑 佛菩萨的加持 佛法里头没有迷信 所以诸位 说佛千万不要搞错 不要做出一个迷信的样子 为人一言说 要搞成迷信的样子 我们就是佛教的罪人 不但没有功能造成业 今天社会 为什么对佛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我们做错了 我们所表现迷信的样子 不是真正究竟的样子 不是一个高度圆满智慧的样子 所以这个世间人看到佛教 你信 我们不能怪他 怪我们自己没有做好 没有医教奉行 没有真正懂得 佛菩萨教会的意义 所以自己要认真努力修修 医教奉行 做个好样子 佛法教学古代的跟我们讲 有三个目标 如果我们把三个目标 常常记在心里 常常向这个目标去努力 就不会走岔路 第一个目标 断无修善 所谓 不无莫作 众善不提 善悟的标准是什么 在佛法里面讲 凡是利益众生的 利益社会的 这是善 凡是利益自己的 这是我 这个标准 好啊 这是真正的标准 我们要常常记住 不要求自利益 要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谁及以为人 佛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讲话有大道路 我们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 生生生世世 脱离不了六大轮回 而且常常要堕三窝道 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自私自利 表面看到 哦 眼前自私自利 其实上 那个古报 真是自己害自己啊 那不是利 自私自害是真的 自私自利是假的 如果换一个字 自私自害 哦 大家看到就害怕了 这是真的 一点都没错 所以 应当要放下 应当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设计 你得大自在 你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 何必要求自利 这个道理 很深 但是 也不是 我们不能够理解 只要你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你细心去体会 你细心去知 你一直要求自我 不求自利的利益 你细心 za 成 john 佛菩萨跟我们做了榜样 列代的祖师大德们也跟我们做了榜样 他们为什么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为什么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 受到社会大众的供养 是他什么都放下了 他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 不但当代人对他敬仰 亡生之后 世世代代对他敬仰都不酸 释迦牟尼佛语言集到今天 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三千多年了 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一点都没有减分 什么原因他没有做社会 他一切真的放得下 做出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 所以你什么都不要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什么都得到 一样也不许 静虚空变化界都得到 今天中午我在深圳 深圳 统战部 廖部长 我们在一起吃饭 廖部长 确实很了不起 他的言谈 举止 是有识问 有德行的人 所说的 句句都与佛华相见 这个难道 他要邀请我到深圳去相见 我说我现在还找不到时间 慢慢在找时间 有同修告诉他 静虚话说没有道场 一生都没有道场 廖部长 没有道场 天下道场 都是他的道场 这话说的没错 真正明白 才能够说得出来 才能懂得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道场 静虚空变伐剑 都是他的道场 我们要道场干什么 要了一个小道场 虚空伐剑丢掉 你说那都可惜 要学佛的智慧 要学佛的德行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才能够幸福美满 高度智慧的生活 才能够摆脱 六道轮回 超越十八戒 那些人能做到 我们也是 他能做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告诉你 你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你放不下了 你要能放下了 你跟他有什么两样 才色明十岁 无欲六成 通通放下 你跟祝佛菩萨 没有两样吧 他能 我们也能吧 他就能 仔细观察 他放得下 我们不能 原因就是放不下 放下就能了 放不下就不能了 这个事情很简单 说难不难 大家好好地想想 通通放下 内设了 还有一丝好 潘远的心外道 唯恐我们学佛 学成外道 这个在佛教里面 叫门里外 佛门里面 学成外道 心外求法 诸位总要懂这个意思 供养佛 全都是表发的 今天 廖部长也给我谈到 优秀的这个寺庙 修的清净庄严 清净庄严的建筑 诸位要晓得 艺术品 可是佛教信徒 把这个清净庄严 破坏 怎么破坏 烧香 点蜡烧 烧香 一把一把的烧 乌烟瘴气 这个蜡烛的油烟 香烟 把这种艺术品 熏得黑黑的 你想想 他有没有福 他有罪业 他没有受到福 他在造罪业 如来 这样清净庄严 知诸的环境 他把他搞得乌烟瘴气 还说他自己有福 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 就晓得 譬如说 你的家庭 你居住的环境 每个人都拿一把大箱的时候 到你家去去熏 熏上三天 五天 熏得我去骂黑的 你搞不高兴 你都不高兴了 我看佛福山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以为点了一支香 佛菩萨就会保佑你 不见得 像是心香 不在这个形式 佛家燃着一柱香 表伐的 代表着性香 表我们的信心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在佛菩萨面前燃香 永远没中断 没有坚定的信心 香少再多 没用 香又代表 戒定真相 所以 你持尽 你修定 修清尽心 就是燃香 不在乎那个形式 刀成林 刀成林 燃一柱香 顶刀燃三支香 就够了 三支香 不是供养佛菩萨的 供养是 供养大众的 让大众闻到这个香 就想到 我要幸福 我要修戒 修定 生起这个念头 这个向然的 就有功德 燃一队蜡烛 点一个油灯 什么意思 那也不是供佛的 供养大众的 让大众看到 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 不要什么意思 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你就起这个念头了 提醒你 学己为人 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 取这个意思 你要是自私自利 不肯为社会 不肯为众生 你每一天 点一万只蜡烛 也枉然 一点佛报都没有 在照须 所以学佛 都是错了 也没有人出来讲 佛法也能不衰 学佛的人 虽然多 怎么会有成就 你连个道理都不懂 方法全都搞错了 还以为自己 天天在急功累得 其实全搞错 全是心外求法 所以我们明白了 懂得了 我们是真正佛弟子 将来到寺院里面去 不要刷香 不要点蜡烛 不懂的人 他们就刷香 懂得的人 不敢这个事情 懂得的人 看到这个香 看到这个 欺乏自己的智慧 所以看到这个香 启发自己 戒定 修戒 修定 启发自己 五分发身 戒 定 慧 窃脱 窃脱之见 五分发身相 闻到香 就要想到 我要修五分发身 我要修戒定 我要修信心 见到灯 游灯 灯烛 就要提醒自己 我应当要向佛菩萨学习 为人民 为众生 为社会佛物 学习为人 那是给我们看的 相应都是度我们的 供知灵明 最重要的是水 所以佛菩萨前面 供一杯水 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 他不需要 给我们看 我们看了这杯水 我们的心 要像水一样平 要像水一样干净 所以水 表什么呢 表清净平淡 让你看到这杯水 立刻就想到 我也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你说这个韩语多好 所以 所以佛门里面 无论什么样的设施 都是教育的意义 很深 很广的意识 在其中 明白 明白的人 一看就知道 真得利益 真得受用 迷信的人 不知道 他怎么会得到 佛华 真实 殊胜 那么这段事情 我们不能怪 社会大众 迷信 没有人教他 怎么能怪他 今天 我们学佛 四众同修 都有责任 都有使命 教化一切大众 教化 尤其要懂得 机会教育 往往效果 非常出身 懂得运用 机会教育 这是时候 这是深暗桥 方便 外道 这一类 是代表 心外求法 不知道向内心 求 界定位 向外 攀越 这是这一类的动神 他们 他们也修得不错 所以 修得好的 能够生 四季天 五季天 第十一 波罗门 波罗门 波罗门是古印度的宗教 它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如果我们从历史 年代上排名 大概全世界的宗教 波罗门还是排第一 它的历史 这九 那么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九个宗教 排名的顺序 深暗历史 历史最久的 排在第一 波罗门排在第一 现在称为印度教 犹太教 排在第二 它有三千多年 也接近四千年历史 第三个叫拜火教 也称作明教 这个宗教 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在全世界 信仰这个教的教徒 听说只有十五万人 那么在新加坡 信仰这个宗教 只有一百多人 我们对他非常震惊 非常佩服 传了三千多年 还没有被时代淘汰掉 还有人在传心火 这种异力 这种精神 这代人的增进 所以 他们是少数当中的少数 人 这个信仰拜火教 非常热情 他们遭遇的困难 也很多 我们对待他们 也要认真 去照顾他们 去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 这个宗教 信徒能够增加 能够传得更广 传得更久 我们佛教在排第四年 在往下属 回教 西克教 以及 以及最近年代 最近的 巴哈一教 在香港 也有巴哈一教的信徒 他们一般称为 大同教 我给这些宗教 都有 解释 我们相处 分一场合物 互相尊重 互相的帮助 佛罗门 佛罗门代表 宗教界 祝福菩萨 也是看一切众生 应以宗教身份 去度化他们 就献宗教 这些神职的人员 他喜欢哪个教 佛菩萨就视线 这个教的传教寺 这种宗教的长老 所以你看看 佛菩萨的心量 真的是横顺 众生的 一丝毫都不明显 可是到最后 都会临到你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谷 这是佛的高明之处 这才叫真实智慧 这才叫真正的山桥方便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佛法里面 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我们一样没学到 学成了一个迷信 愿不愿望 这十二以下呢 讲我们这个世界 回国再讲我们世界 长者 在佛家 能称得上长者 非常尊敬吧 长者 他有学问 有德行 也有富贵 但是这个理念 最重要的是德行 无学问 又有慈悲 真正能够爱护众生 教化众生 这才能称为长者 那么长者的身份 范围就广了 各个阶层里面都有长者 家族里面 大概 父亲 祖父辈的 长者 我们称为长者 在社会上 任何一个行业 年岁大的 经验多的 肯教诲 后学的 我们都称为长者 尤其是退休之后 退休之后 享福 享福当中 他还有工作 如果 他的体力还很好 中国在古时候 七十岁也退休 这个我们在礼记上看到 现在 有许多国家地区 六十岁也退休 退休之后 他的身体还是很好 还有能力 为社会 为大众 福 那么这些人 都是社会大众的长者 过行 过夜 都有啊 他们 以他一生的经验 一生的修许 教导 底下也得 帮助 后学 长者 特别 值得 我们自己 年轻的时候 广年的时候 自私自利 不容易断除 真名 真理这个心 很切 到了晚年了 自己想想 还能活几年 所以 慈悲心 欲真切 为什么 言语里面常常讲 老婆 真切 老太婆 老太婆 自己晓得 自己光景不多 没有几年 真正的爱心 真正的慈悲心 照顾后世 他没有死心 他年轻大 万元往下 尤其是个念佛人 他的心 在极乐世界 念念 祈求往生 身心世界 通通发现 祖对一切人 心真诚 慈悲 热心的 把祖法 这个是他万年 积累功德 作为往生 正高品位的资料 许许多多人 他们已经在做 我们看了之后 要学悟 要年凉 晚年的时候 累积 高品位的资料 那如果我们现在年轻 就放下 就真干了 将来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品位 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 所以我们学佛的要增高品位的往生 这就对了 第四三 先生 先生 再次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老师 学校的教育 古时候 陈先生 欢迎一句话说 从事与教育工作者 那个长者理念呢 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 可以说是过行过夜 全部都包括了 特别用个先生 这是在 这个大范围里面 特别粘出这条 这个行业重要 特别重要 最下面这三条 很有意义 一人 船师 船师 我们今天讲的航海家 现在还包括 空中的领航人员 驾驶的人员 亦是医生 你看看 医生 帮助人 免除疾病的痛苦 我们生理上生病了 一定要求医生 先生呢 老师 我们心里有病呢 要请先生 要请老师 老师治我们的心病 医生治我们的生病 船师 指导我们方向 所以这个三位呢 特别念出来 用意 很深 很广 用意 非常之好 我们的生命 身体 得自于父母 我们的慧命 得自于老师 我们有两条命 生命会有生灭 慧命不生不灭 慧命比生命还重要 事处事间别 教育工作者 他们 经负其 这个使命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 是心生的事情 佛法入实 再重新 事法也入实 如仪家的教训 从同盟 就折重悟心 帮助他 开智慧 绝对不是 让他 天涯式 慈祭的 那个教育 那个教育是 最笨拙不够的 好的教育 都是 启乏式的教育 那么在中国 古诗古丹 儿童 天真 浪漫 对于人情 四顾 他还不懂 成为天真的 这个时候 记忆力最好 记忆力最强 所以在这个时代 叫他 宝度 世俗 让他 把古圣先行 所说的 这些道理 统统记住 那么这个过程 大概是 七八岁 到十二岁 就结束了 十三岁之后 七八至最 要给他 在一起 研究 讨论 为他讲起 让他 提出 知识 老师 再给他 解答 所以古代教学 是两个过程 两种不同的方式 小学教育 只教你 读诵 背诵 不讲解 学生也不能问 只教你 修诫 修定 到第二个阶段 学会 鼓励你 发问 鼓励你 研究 讨论 让你开 知识 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教学的手段 完全不相同 这个跟西方 现代式的教育 完全不一样 效果也不相同 是中国 圣衣贤人的教育 目的是教人 做圣 做行 在佛法里 佛法的教育 是教你 做菩萨 做佛 这是佛教育 真正的目的 佛是圣人 菩萨是贤人 最圣衣贤人的教育 我们要把教育的 本质 认识清楚 我们的修学 才不至于 做错误 不至于 迷失方向 才能够达到 修学 而真正的成功 所以特别念出来 这个教师跟这个医生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传师明天 我们在讨论 这一类的 他所表达 教学的意趣 是 我们在讨论 他所表达的 大家 在讨论 他们在讨论 很诚间 感谢观看